美国加州南部周一的凌晨 发生了规模4.8的地震 有超过100万人感受到了剧烈的摇晃 监视器的画面拍下来 地震突然来袭 民众的车辆不断的摇晃 室内的物品也被震落一地 南加州这起规模4.8地震 正央是位在了美墨边境的埃尔森特罗附近 短短25分钟之内 总共摇晃了13次 主震之后累积了多达70起的余震 幸好是没有传出人员的身亡 而地质学家表示了 南加州发生更大地震的几率只有5% 所以不需要太过的担心